基督教信仰是合理的信仰 大家好,我是大鸟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话题 Sugar Baby 什么是Sugar Baby? Sugar Baby不是卡通片里面的一个人物 Sugar Baby跟Sugar Bang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的人可能以为Sugar Baby又甜又宝贝的 一定是用来称呼自己的爱人的啦 你试一下这样子叫你的女朋友 看一下他会不会忽一力给你 Sugar Baby是一个贬义词来的 在美国通常用这样子的词来称呼一个被包养的女性 讲白一点就是干女儿 讲白一点就是干女儿 那Sugar Baby相对应的这个词呢 就是Sugar Daddy Sugar Daddy可以理解为是包养这些女性的金主 简称干爹 那如果是包养男性的这些妇婆呢 就是Sugar Mommy咯 那为什么今天要谈这个话题 因为马来西亚最近爆出了一则新闻 马来西亚有1.4万的女大学生在从事Sugar Baby的工作 那其实这个也不算一个工作 那这件事情的起源呢 要从一个网站叫做Sugar Book 这个网站是有一位叫做曾有文的先生 他在2017年所创立的 他创立了三年就吸引了百万会员 遍布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印度、菲律宾、美国 那引发争议的就是他们最近发出一则统计 在这个网站上面注册的Sugar Daddy呢 竟然有42,500人 这些Sugar Daddy你不要以为他们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 他们的平均年龄在35岁 他们的年均收入是20万令吉 在这个网站上面的Sugar Baby呢 竟然有22万人 平均年龄在23岁 他们每个月都可以要求他们的Sugar Daddy提供2500令吉的津贴 那虽然排行是亚洲第三 但是你如果看前面的两个国家 分别就是印度和印尼 这两个都是人口非常多的国家 那如果你按比例来讲的话 那马来西亚的比例肯定是更大一点 其实早在2019年Sugar Baby就引发了一场争议 他们在很多地方挂这种大型的广告看板 来宣传推广他们的平台 当时在他们的YouTube频道 也有一支影片是关于问Sugar Baby的33个问题 是关于Sugar Baby她怎样看待她的身份 最近他们的统计 这个网站上面 马来西亚竟然有1.4万名女大学生从事Sugar Baby 他们根据大学的分布列了一个排行榜 其中大多数是巴生谷的私立大专 也包括了两间政府大学 而且自从1月份MCO开始 Sugar Baby的人数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所以这个网站就成为了女大学生他们找干爹的一个管道 所以同学你知道你为什么找不到女朋友吗 那这个网站它到底在搞些什么呢 它声称自己是一个约会平台 没有涉及不法的勾当 这些Sugar Baby你不一定要跟你的干爹上床 但是你要的话你可以 所以它就作为一个平台给那些有钱 但是缺爱的Sugar Baby和那些有美貌 但是缺钱的Sugar Baby来相互认识 所以他们的关系像妇女又像情人 这些金主他们可以提供人脉 提供金钱提供管道提供机会给这些女孩子 所以这些女生他们就用他们的美貌和陪伴来换取这些东西 所以两方面各取所需 投其所好 所以你看这些网站上面的女生不只是大学生而已 也包括了企业家 包括了律师 包括了护士 这些都是受教育水平比较高的 那他们可能就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平台呢 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那一直到近期呢才有人发声 那这个平台呢它有非常大胆而且厉害的宣传手法 不管是2019年的这个广告版事件 还是透过它借着媒体的渲染 甚至还提供这个马来西亚Sugar Baby大学分布数据 也是他们的一个宣传手法 那它存在了这么久 一直到近期才有人开始发声 就谈到这个网站可能涉及到卖淫 涉及到性骚扰的问题 所以这个网站就开始被封锁 那是封锁之后呢 这个网站它就透过电邮的方式来教导它的用户 要怎样子翻墙来登录他们的网站 那他们宣称他们的网站并不是涉及一个卖淫的平台 而是两方面各取所需 作为一位基督徒 我们在这个事件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呢 第一这个世界在企图扭曲我们的恋爱与婚姻观 再来告诉现在的大学生 你用你的美貌去换取你想要得到的东西是没有错的 你们只是约会嘛 你不是出卖你的身体 你只是陪一陪他跟他出席一些宴会 给他长一长面子 那他就会给你很多金钱啊 给你很多机会啊 给你很多人脉啊 这样子不是就满足了你的需要吗 那你作为一个学生 你什么都没有 你为什么不要借着这样子的机会来爬更高一步呢 而且你这样子都不算卖淫啊 你不算在出卖你的身体啊 那我们的平台讲说啊 苏格baby没有必要一定要跟苏格daily发生性关系 但是哦如果你要的话哦你可以的 这个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没有强迫你一定要发生性关系 但是哦如果他买很多东西给你 他对你特别好 他给你很多钱 那你自己要懂得做人一下吗 你拿了人家那么多的东西当人跟你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你觉得你可以很坚定的拒绝他吗 当然苏格巴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事件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文化 这个世界的文化不断的在侵蚀着我们 不断的洗脑我们 这个世界的文化它是对的 别人这样子做它是对的 就算这个不符合我们的良心 就算这个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你还信什么圣经 你还信什么基督教 这个太太传统了啦 这个太保守了啦 现在什么时代了 21世纪了耶 这个世纪是讲实在的世纪 你跟我讲那么多没用的干嘛 你跟我讲那么多传统价值 这些没有用的干嘛 重要的是有没有钱 而圣经的恋爱观 从来不是这样子的 圣经的婚姻观从来不是这样子的 圣经的婚姻观是 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圣经的约会观 圣经的恋爱观是 一男一女之间的关系 而我们透过这个关系呢 积极主动的寻求进入婚姻 但是这个世界的文化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性是可以很开放的 告诉我们婚姻是没有那么重要的 告诉我们恋爱是可以随便乱乱来的 但是朋友你没有那么傻吧 你真的相信会有一个人白白的每个月给你钱用 每个月送你名牌包包 每个月送你大房子住 然后我只是要换取一种被爱的感觉 你不要傻啦 他们讲这个不叫卖淫 我们有一个高善的名字 我们是Sugar Baby 甜心宝贝 但是你所做的这些跟以前他们包二奶 有什么分别呢 我可能没有用我的身体来换取金钱 但是我用我的身体来换取名 换取利 换取人脉 这个已经脱离了我们刚刚所讲 关于恋爱和婚姻的定义 第二点 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最当今大学生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就是 男生找不到女朋友 你不要抱怨找不到女朋友啦 你抢得过人家吗 年收入二十万呢 你出来还多少 有三千块吗一个月 其实我看到他们的危险处在他们的宣传手法 无论是透过他们提供这些数据 无论是他们透过他们宣传平台的方式 他们都给现在的大学生提供一个概念 就是 你需要钱吗 来我这个平台就对了 而且我告诉你 不是你一个人在做 已经很多人都在这样子做了 这个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 你要找块钱是吗 来我这里就对了 所以在这些媒体上面就有一个同样的口吻 就是说这些学生他们因为缺钱 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要出来当苏格baby 那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其中上班的有两间是政府大学 你真的是要还学费 还是要满足自己物质的享受 从圣经的观点 我们需要满足于上帝所给我们的 你真的没有需要陷入罪当中 去换取这一些 你其实不需要这些物质 第三点 你可以看到苏格baby这个词 本来是一个贬义词 就是刚女儿 就是小三 就是包二奶 但是现在透过这个宣传 他企图要把它给合理化 把它给中性化 让它显得更高大上 他们游走在这个词语的边缘 告诉你 我们没有拜赢 你没有犯法 不要怕 但是我们不论及到底有没有犯法 首先这件事情是犯罪 圣经十节的第七节 告诉我们不可兼淫 你讲我没有跟他发生性关系 那圣经的第十节告诉你 不可贪图别人的财物 犯法跟犯罪是两回事 你可以犯法 但是其实你没有犯罪 但是也有可能你犯罪 但是没有犯法 那你怎么知道你又没有犯罪呢 当然这个在圣经里面已经明说了 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 你会不会知道你自己犯罪呢 你也是会的 因为上帝已经将自然之光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每一个人都认识神 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个神的存在 虽然你不知道他是谁 而这个自然之光呢 就是人的良心 当你犯错的时候 当你犯罪的时候 这个良心会提醒你 当你在做这些充满罪的决定的时候 你的良心会提醒你 你会良心不安 这个是上帝的普遍恩典的一种 它是为了要防止我们陷入更严重的罪 但是当你一次接一次接一次的犯这个罪过后呢 你就会慢慢的陷入在其中 你慢慢的就会觉得 没有良心不安了 而且我还很平安哦 你的良心就像一个Alarm那样子 它在你犯罪的时候 它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但是你硬着心把它的电池拆掉 所以它就不再想了 但是是不是代表说你家就没有着火了呢 你压制自己的良心 不代表说你就没有犯罪了 有的人就会说 哇大鸟啊你需要这么严的吗 难道说说输个daddy做输个baby就要下地狱哦 朋友 其实你的问题不在于你是输个baby 还是输个daddy 还是你是输个bang 因为把人带入灭完的是人的罪 不管你是参与在这个平台上 还是不参与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作为人只有一条道路 那条道路就是灭完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我们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上帝公义的审判有一天要领到我们 使人灭完的是人自己的罪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这个平台的问题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最终其实是罪的问题 我们最终要面对的是那一位完全圣洁 而且公义的主 而要解决这一些问题的答案呢 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唯有依靠基督 我们与他联合 我们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洗清了我们的罪 并且在这一个地上 我们借着他的圣灵 让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 那我们才有可能能够致死我们身上的罪 那最后呢 作为一个基督徒 在这件事件的发生中 我们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呢 有一件事情我在想的是 为什么发现这一件事情是不对的 觉得需要发生的 不是基督徒 而是一个穆斯林 我们岂不是已经很懂神的话语吗 我们岂不是每天都在读圣经吗 我们岂不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吗 我们岂不知道我们的神是厌恶罪恶的神吗 那当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可能产生危害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以不发生呢 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国家 但是我们对国家的爱是不是只停留在达多利达羽球的时候呢 那当然我也不知道啦 可能有一些基督徒发生 只是我没有看到 但是当这个平台进军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时候是最多基督徒在国会里面当YB的时候 那我很奇怪 为什么会让这个平台允许在马来西亚运行呢 耶稣基督岂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世上的光 是世上的盐吗 我们作为光我们就要发挥光的角色 这个世界是黑暗的 但是当光照进黑暗的时候 黑暗必然被驱散走 盐的功用是用来反腐 当盐涂在一块肉上面的时候 那一块肉就没有那么容易腐烂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失去了光的作用 我们失去了盐的作用 那还有我们存在的必要吗 我们不要总是骂政府怪政府 我们总是自我矮化 认为说政治是安赞的 这些利益集团他们一定是勾结的啦 那我怎样子做都没有用的嘛 但是我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你看到你家的厕所肮脏了 你是会去洗它的 你不想哎呀我就不管了啦 肮脏就给它肮脏啦 反正厕所都是肮脏的嘛 基督徒就会更高尚一点 这个世界非我家 我家在天上 真的是这样子吗 这个世界是属于上帝的世界 虽然魔鬼暂时在中间掌权 但是它仍然是属于上帝的 上帝把这个世界托付给我们 他给我们管理和治理的权柄 但是我们把这个世界搞到怎样子呢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国家搞到怎样子呢 那你看它不干净 你看它肮脏 那我们就需要发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角色 我们需要去洗净它 就算这个过程是多么的难 就算这个污垢已经停留在这个厕所上 停留在这个马桶上多么的久了 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是不能够做到的 所以我们需要依靠主 我们需要依靠圣灵赐给我们的力量 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地发挥我们观和言的角色 这个就是文化使命的重要 所以看到不公义的事情 我们应该要发生 看到不对的事情 我们应该要发生 这个是对你 也是对我自己的提醒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可以点赞分享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拜拜